你们见过比轰6K更帅的飞机吗?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款中国空军的大杀器。 别看它外形有点笨重, 但一飞起来,那叫一个霸气。 轰6K,一款经过现代化改装的中远程轰炸机, 是空军战略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外形虽然保留了经典的苏联图石榴射击, 但内部却焕然一新。 这叫不是你,你说它不是我,不是。 简直就是个空中坦克, 尤其是那两枚导弹挂在翅膀下。 你们说,这造型是不是帅炸了? 猜猜这是什么导弹,弹幕里刷起来。 接下来,我们跟着镜头一起走进这架大飞机。 咱们先看到的是一群地心小哥们 在给轰6K做起飞舰的维护。 说实话,看到他们整齐划一的动作, 我就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维护, 而是惊气到每一个螺丝钉的检查。 然后镜头切换到轰6K的特写, 黑色的机头, 维达探测装置, 还有那个醒目的八一标志, 都透露着这家伙的不好惹。 特别是那三孔黑洞,热敏干扰弹释放口。 怎么样,你在想什么? 两枚导弹挂在机翼下, 旁边还停着运酒和空警500这些兄弟们, 整装待发的感觉真的让人热血沸腾。 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题, 轰6K准备起飞。 百度车一走, 飞机的发动机点火启动, 那声音就像是巨龙苏醒, 准备展翅翱翔。 你可能不知道, 轰6K可是经过多次升级的, 除了外形没怎么变, 其他内部系统早就焕然一新, 经过升级的涡扇发动机, 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使其能够飞得更远,更久。 先进的航电系统, 则保证了其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这次轰6K挂载的是什么呢? 对, 没错, 就是高超音速的英纪21导弹, 它可是能以6马赫的速度飞行, 末端速度还加到10马赫, 你说, 这样的快递谁敢牵手? 最后, 咱们看着这架轰6K滑行到起跑线, 塔台一声令下, 飞行员一脚油门下去, 两台发动机全力输出, 飞机在跑道上飞驰, 那起飞的姿态, 真的是丝滑的让人忍不住说一句, 太稳了。 想象一下, 当一架轰6K携带着数枚英纪21, 呼啸着飞向目标时, 那种震撼的画面, 足以让任何对手淡寒。 所以说, 咱们中国的军事力量, 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 有这样的大杀气护着, 咱们国家才能安居乐业。 那么, 你对轰6K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最后等着的就俩那儿, 滚蛋!